大家好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的大事争夺 才觉得我说了三个大事 再加上华为和孟晚舟事件之后 我觉得差不多了 哪知道25号到现在 又六天时间 世界上又发生一件大事 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国目前正在进行时的这个事情 就是它已经出现了骚乱 当然直接的原因是一个黑人被 明尼索达州的一个黑人被一个警察 就是属于在执法当中杀死了 具体的我就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这个新闻了 但导致的就是美国全国各地 几十个地方大大小小的城市 都开始了骚乱 包括它的华盛顿 然后白宫连特朗普最后都 在地下掩体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就说明这个严重的程度 有美国的同学说 这些都是些sugs 就是sugs 就是些坏蛋 意思就是并不是真正的大事 只是在思维游行的很多人 里面都是些坏蛋 他们是这种 有的朋友是这种观点 我觉得仅仅是一些小部分 小部分坏蛋肯定是有的 那种坏人 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思维游行的时候 趁乱 跑到百货商店去偷一点东西 抢东西 这种有 就是一般人 就算平常是好人的这种人 在这种乱的情况下 都有可能去占便宜 都有可能赚在店里面去抢 这是有可能的 除了这些之外 我认为这件事情 有本质上的一些原因 就不能够简单的给他说 就是一个闹事 这些不满的闹事 那我如果从表层分析 从最简单的表面上看 第一 这个黑人 他死的比较惨 而且加上 现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发达 把这个事情一下子就 因为技术 每个人都可以用手机 看到实时的这种视频 这个人被一个警察 用膝盖压着脖子 在地上压了 也就拉了几分钟时间 这个人就真的在地上压死了 当然我们不管 他是不是直接造成 他当时死亡 但是这件事情是直接 这件事情是 就是他导致了这个人的死亡 不管这个人 就算这个人原来有病 你把他压着的生下 用膝盖这样压 而且是毫无必要的 而且后边 有人提醒他的时候 他还没有松 这个人已经没气了 这个警察还压了两分多钟 这些都是 让人非常出离愤怒的一种现象 像这种东西 在社交媒体上一传播 那马上就爆发了 因为 可以说吧 我觉得现在的 实际上我们 这个不是一件坏事 就是说这种丑恶的现象 过去没有这么发达的 技术的情况下 可以被掩盖下去 过去那些更丑恶的 事情更多 但是现在因为有技术的发达 这样的视频就掩盖不了 不要说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它无法掩盖 它新闻自由的 就算在一个封闭的国家 很有可能 如果你社交媒体 有人拍出来了 在网上去可能都很难删除 都会造成群体事件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这是最浅诚的原因 我们看 这个死得很惨 所以大家的反应都非常激烈 就可以理解 第二个也算是 比这稍微深一点的原因 就是疫情 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美国非常之严重 然后很多人都不得不 待在家里面 前段时间思维也很多 就是很多人受到了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无论是失业也好 无论是长期关在家里面 这种造成的情绪的哀意 这个时候就爆发出来 这个原因我仍然也有 也是导致了这个事态 迅速扩大的一个助推器 但是这个并不是 真正的根子上的原因 因为要发泄 发泄一会儿 大家就会平静下来 因为谁也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到 整个美国现在这个状况 很糟糕的状况 因为它都要出动 感觉很多城市都实行宵禁 好多城市宵禁好几天 要出动国民警卫队 这些都是非常罕见的 这些非常异常的一些手段 所以深层原因 我个人认为深层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的越来越加重的这种 越来越重的这种双方的对立 双方是哪 双方呢 就是美国两党 以及他们代表的深厚的利益集团 或者说代表深厚的不同的阶层 共和党和民主党 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 之前我就是跟了大概半年时间 到网上去看消息 看新闻 美国的民主党的浴血 然后我的感觉就是 特别是美国川普上台 川普上台之后 美国的对立情绪 就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你可以看到他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 施政纲领 以及他支持者 就是越来越争锋相对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用澳洲来做个比例 澳洲的政治工党和自由党 他们也代表着一个是劳工阶层 和一个稍微富裕一点的阶层 但是呢 你最后会发现 这两个党的政策 其实是越来越接近 有时候 虽然他们代表着不同阶层 但他们的政策是非常接近的 最后你就发现 选哪个党 这差别都很小 这是微调 如果做到这样呢 就表现一个社会的矛盾比较小 但是美国恰是相反 他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这种 差别越来越大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的是双方 这个底层和这个利益阶层 底层或者是有钱人和没钱人 这两个阶层的对立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鲜明 可以说是水火不容 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这个就表明美国的社会 美国的阶层当中 社会当中存在着非常深的鸿沟 非常严重的裂痕 它需要去弥补 而这一次的这个骚乱 就直接是这种深层的这种 矛盾的一个直接的体现 有一部分人 我认为这次呢 骚乱呢 还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 这些人闹起来的 你说这个特朗普上台 其实它代表的是这个 整个的一 很多工人阶级 这工人阶级属于一种 属于一种 怎么说并不是底层 属于偏底层的 但不是真正的底层 工人阶级至少有一份工作 或者说至少有一份技能 它可以去工作 而特朗普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保护美国的利益 它是让这个美国的商业 把它那个制造业转回美国 然后让美国的工人 有更多的工作 所以特朗普做了很多 所以它得到了很多美国工人的支持 包括你说是开卡车的 产业工人 这些人其实可能都是 比较支持特朗普的 但是除了这些人之外 因为美国这样的社会 特别是现在目前 在信息科技高速发展的时候 在整个社会技术 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很多有一部分人 就很快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 而另外很多人 完全就赶不上这趟车了 这些人就会失业 甚至就是连一份工作 都不一定能找得到 它不像产业工人 有份技术 它连这个技术都没有 而这一批人在美国 这数量是相当多的 就长期失业者 还有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 长期去拿福利的人 而美国的这个福利 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那属于比较差的 所以就会积累 社会中心就会积累 很大一批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有很多年了 好多年就没有什么出路 也就靠这个政府施舍一点 或者是这种慈善机构 施舍一点这样在过着 他们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盘 也就是说是这部分 而不是说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只要有工作 他还是可以挣到一个不错的工资 马上就可以要生成中产阶级 产业工人实际上是中产阶级的候选人 或者已经是中产阶级了 而那种真正的次 就属于次贫吧 咱们说他 可能就需要去领事物券 就没什么存款 这一次在新冠病毒冲击下 这个次贫阶层是最惨的 这个产业工人呢 可能因为政府给这个商业机构的支持 以及给 他们都会让这些人 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些支持 而真正的次贫者呢 他就是完全靠的是社会福利 而且他短时间也找不到工作 这种冲击 这种疫情对他们的冲击可能更大 而实际上美国为什么要死了这么多人 死了十万人以上 可能将近两百万了 美国人都还一百七十多万 没到两万 已经得了这个病 为什么美国这么厉害 得了这么厉害 其实富人阶层相对来说 受的冲击还小一点 因为他们的条件好 生活条件好 他居住也没那么密集 他可以在家待着 他还可以挣钱 很多这种底层的人 做着一种毫无技术的 毫无动力的工作 也就比如说去清洁工之类的 看门的 或者类似这样的 这种最简单的工作 这种人受的充气是最大的 他们底子也很薄 他们也没什么存款 他开销还在那儿 还养家呢 所以是这部分人真正的就是无法忍受了 而川普上台凭着他身后的强耀力的支持 他就是这样一个总统 他说我有支持 所以我不在乎人反对我 他是这样一个总统 他的特点是这样 其实我个人对川普的很多政策 我是比较赞同的 他也的确在为美国的利益 他是一个比较负责任总统 而且是履行自己洛言的总统 但他的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 他不是一个弥合 他不是一个去弥合这种矛盾的一个总统 他不是一个能够把双方对立双方联合起来的总统 反对他的人会越来越反对他 但支持他的人也很支持他 可能越来越支持他 最后这两方的矛盾就越来越厉害 反对他的人一看 现在民主党推出的拜登 可能甚至算不大 反对他的人可能会感觉到 马上还有四年川普 他们非常的绝望 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然后川普也从来就是说 不出来说我来真正弥合一下 我来共情一下 和你们产生一些同情 我来挽留你们一下 因为川普知道他不可能 从这帮人身上拿到选票 他也就不去顾及他 他就说我行我素 我只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做 不管你们影响不到我 你们不偷我的票没关系 我有有人偷我的票 他们的票够 川普就是这种观点 但他这样呢 就是那你让这些人怎么办 你让这些人 这些人就可以说是 说了不好听 就是怀恨在心 或者说就是 真的就是心里面就憋屈 突然这事出了 你看马上就爆出来了 所以这次说是 民主党所在的州 闹得最凶 因为实际上 民主党的支持者 很多就是这种 很底层的 就是特别反川普的 所以这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甚至是民主党的州 闹得最凶 这个很不奇怪 这就说明了 真的是这批最底层的人 在这儿 已经他们可以觉得 自己过不下去了 好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说 我看川普 要不就川普得改 他得弥合这个问题 要不就可以出来一个新的人 号召大家 他是一个联合计 拜登可能现在还不行 感觉 但是现在还不知道 什么人能够出来 但川普的方案很简单 川普是想用强力去架 他要调什么 调这个国民警卫队 但是这种架是越压 矛盾越大 因为矛盾在那儿 矛盾只能缓和 你可以执法 你可以去讲法律 但是你必须得考虑到 这个不是说只是几个坏蛋 不是几个坏分子出来 这是一个群众运动 这个运动已经闹大了 你要变成一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 那美国就乱了 但是我不知道川普 有没有这个胆识 或者说能改变他自己 真正去亲和一下 这种底层的人 或者说美国会不会有一个 新的人出来 但我们希望如此 但这一切对美国来说 也是正常的 他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当他的议会 无法解决 他的投票系统 他的民主体制 无法解决掉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些积累问题的时候 他必然有 这些民众会起来 自己来解决问题 他的制度也允许他们 这是人权的一个 集会示威游行的权利 所以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的 很自然的现象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很悲观 我觉得美国经过这个事情之后 变得更好 OK 好 现在这样 今天不多谈了 好 晚安 感谢观看